人群观察执行主任罗斯在柏林队记者说 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更好措施 迫使敘利亚的阿萨德政府结束战争和残暴行为 敘利亚每个月的伤亡人数高达几千人 罗斯特别谴责俄罗斯和伊朗 说两国在袒护他们的朋友 世界其他地方人权观察对全球在制止南苏丹 中非共和国以及江广民主共和国的危机方面 所作出的努力表示赞赏 罗斯说因为这些地方的冲突 非洲人权经历了令人担忧的一年 不过罗斯说有部分国家政府虽然赢得选举 但执政就不民主 他说这是一个危险的趋势 在乌克兰抗议者和警方的对视还正在继续 在独家接受路透社采访时 罗斯呼吁乌克兰政府尊重人权 美国的监听计划受到批评 罗斯说并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破坏私隐权 这是人权观察公布的第24份 世界各地人权状况的报告 报告涉及的时间从2012年11月到2013年11月 最后大打算就说是不要忘了 剑声音乐 最后大打算是新闻 最后大打算是上班 总是最后的 最后大打算是上班 都不够集完 你从不够集完 明来理解突准努ir